《圣经》是一部神奇的书 读圣经、学英文 让知识和心灵一起长大 本视频采用《圣经》和《合本》之心意的版本 小编为了经读《圣经》和《合本》中的知识 而制作这一系列视频 现在分享给大家 视频所对应的《圣经》和《合本》的相关章节 请自行查询 本视频包含中英文语音 这些是以后 耶和华的话在意象中临到亚伯兰说 亚伯兰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你的赏赐是很大的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呀 我一向都没有孩子 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 这样 承受我家业的 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了 亚伯兰又说 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继承人了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说 这人必不 会做你的继承人 你亲生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 于是领他到外面去 说 你向天官看 树点众星 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 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 我是耶和华 曾经把你从迦勒底的吾尔领出来 为要把这地赐给你做产业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呀 我凭什么能知道 我必得这地为业呢 耶和华对他说 你给我拿一头三岁的母牛 一只三岁的母山羊 一只三岁的公棉羊 一只班鸠和一只除鸽 亚伯兰就把这一切拿了来 每样都从当中劈开 一半一半相对百列 只是鸟却没有劈开 有只鸟下来 落在这些尸骸上 亚伯兰就把他们吓走了 日落的时候 亚伯兰沉沉地睡着了 忽然有可怕的大黑暗 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确实地知道 你的后裔必在外地寄居 也必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苦待他们四百年 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亲自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很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 你必得想长寿 被人埋葬 平平安安地回到你列祖那里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这里 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孽 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的时候 忽然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就在那时候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 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了 就是从埃及河直到又发拉底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 基尼喜人 甲摩尼人 赫人 比利喜人 利法因人 亚伯利人 迦南人 吉加撒人 耶布斯人之地 这些是以后 耶和华的话 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 亚伯兰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你的赏赐是很大的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呀 我一向都没有孩子 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 这样 承受我家业的 就是大马士革人 以利以谢了 But Abram said O sovereign lord What can you give me since I remain childless and the one who will inherit my estate as Eliezer of Damascus 亚伯兰又说 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继承人了 And Abram said You have given me no children So a servant in my household will be my heir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亚伯兰说 这人必不 会做你的继承人 你亲生的 才会是你的继承人 Ear Then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him This man will not be your heir But a son coming from your own body will be your heir 于是领他到外面去 说 你向天官看 竖点众星 看你能不能 把他们数得清楚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 He took him outside and said Look up at the heavens and count the stars if indeed you can count them Then he said to him So shall your offspring be?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 算为他的义了 Abram believed the lord and he credited it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 我是耶和华 曾经把你从迦勒底的 乌尔领出来 为要把这地赐给你做产业 He also said to him I am the lor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Ur of the Chaldeans to give you this land to take possession of it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呀 我凭什么能知道 我必得这地为业呢 But Abram said O sovereign lord How can I know that I will gain possession of it? 耶和华对他说 你给我拿一头三岁的母牛 一只三岁的母山羊 一只三岁的公棉羊 一只斑鸠 和一只雏鸽 So the lord said to him Bring me a heifer a goat and a ram each three years old along with a dove and a young pigeon 亚伯兰就把这一切拿了来 每样都从当中劈开 一半一半相对百列 只是鸟却没有劈开 Abram brought all these to him Cut them in two and arranged the halves opposite each other The birds However he did not cut in half 有只鸟下来 落在这些尸骸上 亚伯兰就把他们吓走了 Then birds of prey came down on the carcasses But Abram drove them away 日落的时候 亚伯兰沉沉地睡着了 忽然有可怕的大黑暗 落在他身上 As the sun was setting Abram fell into a deep sleep and a thick and dreadful darkness came over him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确实地知道 你的后裔必在外地寄居 也必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苦待他们四百年 Then the lord said to him Know for certain that your descendants will be strangers in a country not their own and they will be enslaved and mistreated four hundred years 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亲自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很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 But I will punish the nation they serve as slaves and afterward they will come out with great possessions 你必得想长寿 被人埋葬 平平安安地回到你列祖那里 You, however, will go to your fathers in peace and be buried at a good old age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这里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 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的时候 忽然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When the sun had set and darkness had fallen a smoking fire pot with a blazing torch appeared and passed between the pieces 就在那时候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 我已经把这地 赐给你的后裔了 就是从埃及河 直到又发拉底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 基尼喜人 甲摩尼人 赫人 比利喜人 利法因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吉加撒人 耶布斯人之地 Morites Canaanites Girgashites And Jebusites Girgashites 谢谢大家